彰化是有一輛連結車行駛途中 不小心撞上路旁的電線桿 電線桿整根是連根拔起 還撥起到一旁店家 還好沒有人受傷 另外在台中大甲 有一名騎士掉入了水溝裡頭 受困在下水道 消人員趕到現場 成功的將人驟起 消防隊員一工具撬開水溝蓋 進入搜尋 最終在勾取的另一端 發現了這位騎士 其實上半身赤裸 消防隊員合力將他拉上來 只是令人不解的是 依照騎士撞擊位置研判 騎士應該是跌落未加蓋的水溝 但第一時間卻騙巡不著 震浪陷入困境時 在距離50公尺外的另一頭 傳來騎士正正微落呼救聲 消防隊員聽音變位 總算找到人將人救起 幸好沒有大礙 鏡頭轉到彰化 監視器畫面看到 連結車行進機馬路二段 左轉張美路口時 疑似因為內輪差撞上了路旁的電線桿 整支電線桿連根拔起 甚至連自來水公司的水壓檢測箱也遭殃 一旁餐飲店也被搏擊 店家無奈只能暫停營業 因為注意內輪差問題 而壯斷電感及自來水公司 水壓檢測箱 警察防信駕駛無受傷 酒測止為零 縮清也沒有其他人車遭受搏擊 不過相關肇事原因及責任歸屬警方還要進一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其他人eni 你三分裂 你三分裂 你三分裂